近日,陆军第75集团军某合成旅火箭炮分队远程机动至西北大漠,在演训场进行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炮火打击演练,检验和提升火箭炮分队全天候作战能力。 演练一开始,指挥员现地受灵打击任务后,火箭炮分队立即向目标地域集结,部队抵达指定地域后迅速占领发射阵地, 而后,炮手迅速起风火炮,瞄准手完成赋雨射像,做好射击前准备。 随着一声令下,实弹射击正式开始,在第一波次打击中,由于风速风向的影响,导致炮弹偏离目标区域较远距离, 观察员及时观察弹道及炸点,计算员计算风速风向,将射击偏差量上报指挥所。 随后,指挥员通过信息系统指挥瞄准手调整射击珠源,修正射击偏差,再次射击,炮弹精确民众目标区域。 这次的演练和往年不同,以往都是上级直接给我们明确好射击目标,而今年却是随机给我们指示目标,导致射击难度增大了很多。 第一轮打击刚结束,导吊组随即导吊发射阵地暴露,要求分队迅速转移,向二号阵地机动。 由于地处茫茫戈壁,缺少参照物,极大考验驾驶员的应变能力。 我们在驾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,要选择土质较硬的路,并将车距保持在一百米以上,避免前车扬起的沙尘,否则就容易出现偏离方向,甚至限车的情况。 夜幕降临,实弹射击转入夜间课目。由于大漠地区夜间温度较低,风沙加重,对射击精度造成了极大影响。 为此,分队设立两个观察所,对打击目标进行观察。官兵们根据回传信息精确修正各项参数,对目标区域实施火力覆盖。 此次演练,主要是根据我们炮兵在未来战场上面临的实际问题,逐项解决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。 在天际实战化的条件下,弥补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,为下一步随行多样化复杂任务打下坚实基础。